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1月19號中午12點45分 那我來看一下這是我在正式服借用的這個希拉斯 是專武30然後有紅衫家具 那希拉斯的紅衫家具呢就是 對近戰的友軍 使用這個大招過量激素的時候 這個友軍會增加普通攻擊傷害50% 然後普通攻擊頻率也是會提升 所以他如果配這個伊索德啊 或是這個索羅斯充進去的話都應該蠻有用的 好 那我主要是想要測這個專武 因為這個專武啊 開啟跟這個加10跟加20都是跟這個什麼生命恢復 敵方的生命恢復跟友方的這個生命恢復提升 下降這些有關係的 那到了這個加30突然很跳痛了 跑出了一個這個就是 有軍的那個生命值在50%以上 然後會提升20%的攻擊力 所以感覺上這個企劃在設計這隻角色的時候就是想說 就是 就是 就直接逼你就是說要玩這個希拉斯就是要直接上這個專武30喔 好 那就我們來看看這個效果是如何吧 那我測試的方式我想大家應該應該也很熟悉喔 我最喜歡用就是奇境漫遊然後血蟲邊賽 不是主神試煉喔 是奇境漫遊的強度差很多 奇境漫遊的那個血蟲邊賽呢 他的第一關 第一關的話就是敵人不會有什麼控場 然後也不會太痛喔 那因為這個是奇境漫遊 所以說他的等級會拉到跟你差不多 那至少敵人不會被一箭就秒掉 所以這關還蠻好測試 那測試方式就這個樣子 上希拉斯跟不上希拉斯就這麼單純 然後打一下 看看說這個普攻跟爆擊的傷害如何 那我有用獅子 還有光弓 還有這個 阿塔莉亞簡單做個測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當時做的這個測試結果 如果是阿塔莉亞的話 普攻是3298K 暴擊是6788K 那計算方式的就是 上了一隻希拉斯之後呢 然後我們把上了希拉斯之後的傷害減掉 沒有希拉斯的這個傷害 然後用他用原本沒有希拉斯的傷害去除 看看增加了多少 然後看看 這樣的公式 是我之前都是用的 然後準不準不知道 反正就是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樣是多了31%的攻擊力 那我覺得還有一些其他攻勢會影響 那總之就是 很明顯傷害是有提升 因為我就是上一個阿塔莉亞跟上一個阿塔莉亞加一隻希拉斯而已 好 那這是光弓射後排 就是光弓開場的一件咻射過去這樣子 普攻的話就是沒有沒有觸發暴擊 是2801K 暴擊的話是7168K 然後希拉斯如果是在場的話呢 普攻就是增加了變成3499K 然後暴擊變8950K 那這樣子算起來的話是增加了25% 然後我們再看 再來這個就是比較單純的 因為可能技能會有一些技能攻擊的影響 那獅子就是獅子開場就是揮一下 然後普攻是350K 暴擊是699K 那如果說獅子加希拉斯的普攻就是456K 然後暴擊就是912K多了30.5% 好那不管怎麼樣就是這個上了希拉斯的這個 這個效果的確實是有 那我測試方式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像剛剛那個獅子揮一下就這樣子 什麼叫獅子揮一下然後揮一下 好結束350K 然後揮到他出現暴擊為止 然後再來就是上希拉斯 這樣子 然後再揮一下 變456K 這是我測試的方式 然後阿塔利亞跟光光都是一樣 好那這個希拉斯的簡單的這個 專武30的測試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